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读者向苹果先网投诉 他13号中午向福贝拉订餐 受到系统影响并没有收到订餐 福贝拉当天晚上主动寄信道歉 还附上70元补偿车扣码 使用期限到今年年底 他昨天上网使用 却发现APP显示 此优惠只能在特定时间使用 请参阅相关条款 他传讯席向客户反应 得到回应确实 经查询此优惠码并不存在 客户询问他 是否要使用抱歉优惠码 投诉文回应要 客户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回应 这名读者不解 为什么福贝拉要寄一个 不存在的优惠码给他 我要表示 实际上因为系统问题 所寄出的道歉补偿优惠码 在使用期限内 无限时段都可以使用 这名消费者所遇到的状况 应该是个案 已经协助消费者更换新的序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